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定会出现的这个固定行程就是回医院回诊 当然随着医疗资源的发达健康意识的抬头 我们定期到医院不管是要维修还是要进场保养 似乎就变成我们的家常便饭 那后诊时间的这段空白我们常常低头看手机 要不然就是抬头看着诊间的电视 这一次回诊到下一次回诊之间又有另外一段空白 这两段空白似乎也成为抓住病患的眼球 经营医病关系的好机会 今天创业新生代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健康萌的创办人 王文莉来到现场 我们先请文莉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创业新生代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健康萌的创办人 我是文莉也可以叫我Tina 好文莉可不可以先简短介绍一下 因为我大概前面铺陈了一下 就是看诊这件事情 尤其是有固定需要回去看诊的人 可能大概会有两大段的空白 会是需要被弥补的 那可不可以简短介绍一下健康萌在做什么 健康萌主要是制作简单描冬的 卫教跟医疗内容 那可以解决医生跟病人在沟通的时间问题 那也可以就是降低医病沟通的一些鸿沟 而且也可以延伸出这个CRM的价值 可以可以 OK好 待会我们再详细介绍就是说 健康萌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跟管道 能够传达这些卫教的内容 然后减低医病关系之间的成本 然后甚至是大好医病之间关系 好 先聊聊文力 我知道文力其实自己是公位背景 然后有在医院服务 然后结果现在是创业者 然后做了一个跟健康跟医疗有关的 这个平台跟创业项目 你自己谈一下 什么样的医院机会让你踏上创业这条路 我本身背景过去是在花莲慈基医院 是做社区学部的 那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们常常就是要办一些活动 课程跟讲座 常常要约 也是跟卫教有关系 都是跟卫教有关 OK 所以所谓的社区医学部要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不是针对什么像急诊 像COVID 或者是像特定的疾病 但是就是要在社区里面 不管是活动或者是资讯推广 然后要把健康的这个卫教资讯 把它传达出去 有一点点比较像预防剩余治疗 就是健康的人都归我 那生病能归医师他们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我的部门是最快乐的 OK 而且或者是说 对于一些 就算他有一些小毛病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卫教 不要让他变得更严重 是 及时就医 然后也不要拖到小病拖成大病了 对 然后这样其实对医疗资源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对对 OK 所以您那个时候在花莲慈基医院 就是负责社区医学部 然后就是在处理跟卫教有关的工作 对 那这段经历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我在医院大概八年的时间 其实很长 然后又很快乐 那干嘛来创业 对我实在太想不开 当初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很快乐 所以刚好在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支卡病毒 对那时候我们在医院 在那个感染控制中 说我们像个支卡病毒 我就透过政府CDC跟我们讲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在写什么 完全看不懂 对支卡病毒是什么 它是从非洲带过来 对于孕妇会有一些影响 但那时候大家 因为政府就只讲这样 大家很恐慌 那时候我就把CDC的这些内容 做成我们还用Kino做的一个短动画 对那时候做完之后 我们觉得好开心 那时候就那我们放在YouTube里面好了 那一放说 哇五十几万人浏览 什么五十几万人 对那 五十几万人 而且我们那时候在YouTube里面是第十名 我说天哪怎么那么夸张 就是一个白话的 关于什么是支卡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白话文的动画 阳春动画 很阳春非常阳春 对那时候也非常压抑 后来还有就是 其他外面的医师打电话 来医院给我说 你们这个内容可不可以授权给我们播 因为很多病人在问 这个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说好啊当然就可以大家一起使用 所以那时候我发觉说 哇民众对于一些疾病 他想要了解 尤其是因为那时候对孕妇有些影响 他非常想了解这到底是什么 可是政府那时候的资源 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 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觉得 这个还蛮有趣好玩的 是 所以后来也做蛮多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短动画 那时候在医院里面还做那个 就做出兴趣来了 对那时候实际那时候跟菲律宾那边也有做合作 所以我们就做那个肺结合 防治帮助那个偏乡的小朋友 就了解什么是肺结合 因为那时候提B非常严重 是做到菲律宾那边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觉得成效也蛮好的 所以我一直就把这个自己放在心底说 蛮好玩的这样子 对 那真正姻缘机会会出来创业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 我博士班毕业 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 2017年 2017年 就那一年的时期 所以你一边在医院服务 还一边在念博士班 对对对 然后也是相关的领域吗 是卫教的 也是卫教 还是大卫教的博士班 对 所以就刚好就觉得我毕业到底继续留在医院呢 还是想要去创业 因为那时候有个想创业的因子在蠢蠢欲动 我最喜欢探究这件事情 就是说先不讲要创什么业 而是为什么会有那个创业的念头 有些人是 比如说有些人像你可能会是说 念完博士班会考虑要继续留在医院 还是我转换到别的跑道 别的公司不见得是创业 可是你的内心却有一个创业的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大概是什么时候埋下的 应该是我那时候在医院 我觉得对我来讲已经是 大概可能医院凭借两三年就一次 对我来讲已经是没有什么很困难 只是它是一直重复在做 那我本来是觉得说 应该我可以在医院做到退休 可是我后来有一天就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65岁的时候 那我就想一下我们医院里面 在行政最高层的主管 我看了他一眼 他现在生活是我养的吗 我看完就说 我不想要这种生活 而且医院还是医师在做主导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那不想被医院给框架住 所以看起来是基因里面就有一种 想要有多一点点的主控权 再加上多一点点创新的元素 又想要多一点点生活上的挑战 这几个基因好像本来就在你的个性 对是 因为我不喜欢每年做一样事情 所以以前在医院办活动 每年都要完补一样 OK 所以这个到2017年博班毕业了 这个蠢蠢欲动的念头转换成就是 那要不要来创业 所以你当时候怎么下这个决定的 那时候我还在医院 那我就去参加科技部的那个VT的比赛 是 没想到我入选 入选之后就VT就有很多红图营啊什么 后来就哇原来创业跟这些导师啊 或是这些VC跟他聊 我觉得是一件好特别的一个领域跟世界 我超向往的 而且他又觉得 你这个idea不错 而且刚好国外那时候有一间公司 叫Alcone Health 那时候他刚是一个独角兽 他说啊你这个很不错什么什么 我就哦好 所以我就 你又被灌了独角兽迷他 没有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独角兽 后来我就真的好像不错 那其中有个VC 他就很喜欢我 他就说 你要不要出来创业 我说有耶 我有在想 他就说 如果你还在医院 那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创业 你什么时候离职 哇 OK 我说 好 我隔几个月就离职 所以我就离职了 你就说到做到了 因为肯本来就有想 可是少了一把火 他就推了你一把 他就是推了我 那个深夜一推进去 哇 跟想象差太多了 是正式创业是哪一年 2017年 2017年 就博班毕业的时候 年底我就离开了 所以这一切事情 天翻地覆的事情 都在同一年的时候发生 请问一下 那个要支持你创业的那位VC 后来有成为你的投资人吗 本来这一轮要投 可是我觉得他 跟我讲的那个价格有点落差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再继续 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OK 他至少没有那个自知不理就好了 没有没有 一直到今年都还是有联络的 太好了 OK 所以2017年正式创业 你那个时候比VT就是健康萌 这样的一个概念跟项目吗 就是 类似的概念 就是做了一些内容 在诊所里面 没有设定在哪个科别 是 所以概念有点类似这样子 所以回过头来说 就是聊说你为什么是选择这样一个项目 好像 社区的健康服务 卫教一直都是你职业生涯跟专业背景上面的 那个最核心的部分 是 对 但是 它是你擅长的事情 不代表它一定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吗 所以当你决定要选择这个领域 这个方向成为你创业的方向的时候 你有做过哪一些思考吗 或者是做过哪一些调研说 这件事情是可图的 或者是说 你是因为看到什么样的机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缺口 我觉得推出像健康萌匠的项目跟服务方向 可以是你决定 毅然决然抛弃专业在工位跟医学的这个职业生涯 然后可以投进来创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是蛮喜欢做这些内容 可是你说我没有想清楚 我真的认真讲 我真的没有想清楚 我想清楚我不会出来的 我就是没想清楚才出来 我觉得我们节目场聊到最后 都是告诉大家 那个这个 你可能想清楚就不会来创业了 你可能要想不清楚一点再来创业 我真的想清楚 我会觉得天啊 这太可怕了 就是没有想清楚才出来 可是太可怕的是创业的这个journey吧 应该是说 做这个事业 或是做这个项目 它依然是有意义的吗 我到现在还觉得 是蛮有热情 尤其是当病人跟医师 我觉得你这个很棒 而且你这个解决了我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成就感 把我打消过去的那些困难就不见了 所以那个热情就会一直被这些医师 跟病人鼓励这样子 可是这个idea的开始就是说 也许过去你在做卫教的时候 就是很传统 是 很线下 很一对一 对 透过数位的方式 然后透过跟不同的医疗院所结盟 然后广泛的把这个卫教的内容 快速的散播出去的这个灵感 就是来自于那个50万的YouTube 我觉得它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个点 就觉得天哪 这样子可以 那再来第二个点是 那一年参加FITI的比赛 还有参加智慧成乡 那时候我们得到金奖 也拿到一个一笔奖金 30万 那我觉得因为这让我相信说 这个好像真的可行 就出来 出来说 还是有落差 还是有落差 我们待会再聊那个服务的时候 可能再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会有落差 来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健康盟 健康盟目前主力提供的这个服务 有哪一些 然后不知道你们 你们服务的对象到底是谁 未教未教 也许我们能够 最能够直觉想到的就是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病人 可是事实上在整个这个 我们谈至少医病关系里面 就其实是有两方都必须要兼顾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健康盟现在提供的服务项目 还有他服务的对象 OK 健康盟现在主要服务的是 以牙科为主的 对 那主要的话 我们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后诊TV 第二个是Digimay 那后诊TV主要是在 病人在等待的时间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这些 牙科相关的这些 未教的专业 那每一个做的这些 秒懂的动画 大概都一分或一分半钟 然后都是你们做的 都是我们做的 是 对 我们想用可爱 或者是可精性高的方式 来让病人看 OK 所以后诊TV 顾名思义就蛮好理解 其实现在几乎医院啦 诊所啦 好像都会放个电视 播各式各样的东西 包含了那个后诊号码啦 是 下一号几号啦 然后再加上微教的东西 可是有时候不是很一致 就是说 比如说以大型医院来说 我就会发现 诶 大型医院可能会有 几个不同的诊间嘛 嗯 对 他有可能 这个诊间 他可能跟内科 都有关系的 诶 内科在播的可能是 一些 号码 然后 院方提供的这个 制式的短片 是 这样子 诶 可是也许外科的诊间 或者是跟神经内外科 有关的诊间 诶 他播的可能就会是 什么 教你怎么复健啊 教你怎么辨识疼痛啊 好像都没有很一致的 这些内容的统诊 那所以你们是针对的是 雅科 我们先针对雅科 我初期 没有限定哪一个科别 那后来就是 有一些创业导师啊 或任VC建议 那从雅科的这个市场来看 台湾的雅科 大概六千多块七千间 那全台湾大概 两万两千间的诊所 它是它占的比例 有三分之一 很高 所以加上它的产业比 很多都是偏自费 对所以 含金量高 对 他们含金量很高 所以我们就选定了 雅科这个市场来做这样子 OK 那什么是DigiMed DigiMed的话 主要是病人 进入诊疗台的时候 医师可以透过 病例系统里面 跟我们DigiMed串接的时候 播病人适合的内容 例如他今天是指牙 那透过DigiMed 他就可以 他病人的一些状况 他直接就可以跳 这适合的病人 直接医师沟通 他看完之后 他直接可以自动发送 到他的病人的简讯 或是LINE里面 给病人带回去看 等同是过去 纸本的 未教单张 变成数位化的方式 那他在诊疗台的时候 是用什么看 以牙科来讲 他每一个牙科的诊疗台 都会有个荧幕 就很像 跟洗头那个很像 对对对 他就每一个荧幕 因为很多医师 不是你有印象 他照X光 他说你看你这个 蛀牙 是断掉 就要直接给你看 对对 那过去大概顶多 就是病例系统 跟给你看你X光 照的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是把 除了这之外 也可以在等待 因为有时候 医师不会马上过来 他会跑胎 那在等待的时候 就可以看 假设我今天是做植牙 就看跟植牙相关的内容 这样子 嗯就是说 比如说植牙术后 回去之后 你接下来这两个礼拜 到下一次回来回诊之前 你要有哪些注意事项 对 要用什么样的牙膏啊 然后刷牙的时候 要怎么样啊 然后一定要用牙线啊 然后maybe有正确的牙线 是用方法了 都有 所以这个在诊疗台上可以看 可以 但是还加上了一个就是 因为我看一遍 我可能会忘记嘛 对 所以回去还可以看 可以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访谈啊 后来发觉就是 病人在诊疗台的时候 是很紧张 他虽然看了 可是会忘记 尤其是牙科 哦对 因为我上次有遇到 医师跟那个助理 说每次跟病人讲 回去 再回诊都说你没有说 我都明明有说 病人每次都忘记 我说因为病人太紧张 你讲什么 他收不到 所以回去给他说 他才会认真看 这样子 对后来他也觉得 这样蛮好 后来自动发送之后 病人很少再问他 重复的问 就是减少那个 在回来咨询 或是在打电话 回来烦那个 护士小姐的几率 对对对 OK 所以两大主要的项目 就是一个是在 后诊时 诊疗前 我们看后诊TV 一个是在 诊疗中 或诊疗后 我们会用DigiMet 把味道的资讯 铺天盖地的包围在 病人身上 是是是 那你是 这两个服务啊 这两个产品 你当时是一次就推出吗 还是你有沿着 什么样的时机或脉络 慢慢长出来的 哦没有 不是一次耶 我们一开始 当然是先做一些内容 那在后诊TV先出来 就是一开始会找几个诊所 说你愿不愿意在你的 不要播新闻 可不可以播我们这个专业的 一些味道内容 那后来就蛮多诊所使用 那后来慢慢的就会有医师提到 就是你的内容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想要很精准的 跟病人一对一沟通的时候 我们才延伸在做这个DigiMet 这个平台 让医师在整疗台 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子 嗯 可是听起来啊 就是好像放在后诊TV 或者是放在整疗台上面的 那个monitor 要把内容放进去这件事情 好像技术难度比较低 那可是还要针对那个病人分众 他就是每个人病人状况不一样啊 一个直牙 一个洗牙 一个拔牙 一个蛀牙 一个装牙套 对 好不一样嘛 对不对 然后还要分别放到他们的手机里面 这个中间你们怎么串起来的 我们现在是跟病例系统是有串结的 是 所以只要是 假设是王某某 那他直接点病例系统 他直接可以透过他的主数 就知道他假设今天是洗牙 我这边就可以 就是那内容就是洗牙相关的内容 那发到病人的line吗 我们是可以发送简讯 那line的部分的话 那诊所他就可以特定说 再把这个讯息发送到 他的line里面也可以 OK 然后相关的资讯是到YouTube上面看 没有没有 在手机里面看 在手机里面看 对他可以包括图片影片 甚至是文件档 都可以一次在他手机里面看 他不用下载任何app就可以看 哦 所以是全部都是离线的内容 他还是要上网啦 嗯 对对对 他只是我们会把它做成一整包这样子 哇 OK OK 我其实很好奇哦 就是说第一个 以后整TV来说啊 你觉得他容易跟 因为大多数人在后整的时候 在那个空白的时光 还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手机 对 所以你觉得后整TV跟手机要如何竞争 跟病人个人的手机要如何竞争 这个也是蛮多医师也会问到我 可是我觉得在后整TV因为这个内容是他们可能 maybe他今天是拔牙 他忽然这个内容是跟他有相关 他会看 那可能maybe他可能没有相关不会看 可是我们抵军妹的好处就是 他看诊前 他在等待的时候 我就可以发送到他手机 他还是可以看到 所以看诊前也可以利用抵军妹发给他 可以可以 或者是我们可以扫QR Code 所以直接弄完就 病人你今天是可能是拔牙 那只要助理就说 这个QR Code你扫一下 你看就是拔牙的内容这样子 理解 哇所以真的是竞争眼球的时代 你们不只是真的只做了后整TV 对 就事实上 手机上面一样 还是可以看到后整TV的内容 都可以 好 那这样听起来内容是王 所以内容都是你们自己做吗 对 都是我们很辛苦的做出来 前两三年都是在做内容 哇 可是这个对你们来说 会不会是内容产制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极大的创业成本跟负担 早期真的是 就是我们就默默的在做内容 那你哪有多少钱要收 一开始我们还是会有接一些客制化的 帮一些诊所做一些客制化的内容 或者是动画 边接案边创业 当然还有我婆婆的资金支持 我婆婆给我一笔资金 所以第一号天使投资人叫做婆婆 对对对 我有好婆婆 是是是 太感谢她了 对 当然还有自己的一些钱 过期的积累 所以很节省的使用 所以一刚开始确实在 纯产制内容的阶段的时候 那个对于创业成本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但现在就好一些吗 因为在内容的产制上 我们也差不多做了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今年当然就是 把这个Digimate这个平台 可以让更多的诊所 可以使用这样子 可不可以聊聊 就是这样的整套服务 从诊前诊中到诊后 然后不但是推广了卫教资讯 其实某种程度也减少了 医療人员的负担 因为相同的事情 同样一个教你怎么刷牙 跟教你怎么用牙线这件事情 不用我讲一讲再讲 一讲再讲 那当然疫病关系也会变得更好 因为它看起来是服务价值的 一个部分 对 然后就中间当然也还有一些 行销的可能在里头 那这一整串事情串起来 可不可以用一些案例 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说对于你服务的对象 不管是医生或者是病人来说 他们感受到有哪一些好的成效 跟正向的价值 在病人 如果在后诊TV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有问一些病人 说你看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样子 那举一个 就是刚好我在诊间的时候 遇到一个妈妈跟小孩 那小孩就会一直看 问妈妈 什么是屠佛 佛到底是什么 那妈妈就很耐心看了他 跟他讲 因为你看你 你会注意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在那一幕看 我是觉得蛮感动 就是 它是又有教育的性质 而且妈妈也在学这个 教小朋友 是 而且小朋友会 针对这内容 每一部都会看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整所看到 小朋友 妈妈把他拉走 死都不肯走 我想说 这是看巧虎吗 但不是吧 内容太好看了 好看到小病人 舍不得离开 对 他说可不可以看晚菜走 我说不好意思 他一直没有办法看完 这个时候就冲上去跟他说 妈妈没有关系 你有DigiMed 回家 你还是可以用平板开给他看 那时候还没有做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一幕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 可是我觉得蛮感动的 所以我在 我在那一个 哇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真的发挥了所谓 卫教的价值 是 而且是 不是医师教他 是妈妈自己看的在学 那 表示这内容简单 他们能理解 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是在卫教上面 那对于医生来说呢 就是说 目前你的医生客户里面 大家 就是有没有特定的数字 或者是比例 或者是 他们跟你分享说 这减少了他们多少的工作楼顶 这个比例跟数字 我可能还没有办法确切的讲 不过我可以听 他们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 刚刚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 他一直提到 就是 病人就会一直讲 或者是他们在沟通上 他们医师会很生气 我明明讲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都听不懂 下次还是来指责我 说你 我没有讲 为什么还是没有用牙线 对 或者是 你上次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牙齿缺牙了 你看我这个牙齿坍塌了 你怎么没有先跟我说 可是医师跟咨询师 他们说 我们都讲了 可是你可能忘记 那可是自从这个内容 除了口头讲之外 我们可以把这些资讯给他说 表示我透过文字 透过这些图文跟动画 我有在告知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 就还会在看 所以后来病人 就会比较少在一些 就是一些跟他 argue一些事情 我觉得咨询师跟医师 觉得说 这个还蛮好 甚至他可以选定一些 特定的内容 而不会让病人 去网络找一些错的资讯 是 再来跟argue 你为什么网络是这样 那你透过医师给他看了 他就不会再去找 其他错误的资讯来炒 哇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减少沟通上面的落差之外 也减少误解 对 因为我们不要谈纠纷 谈到纠纷就太沉重了 但是有时候这种误解 然后难怪病人常常都觉得说 医生怎么都那么凶 为什么讲话都那么不耐烦 口气都那么差 那是因为可能对医生来说 这件事情他已经告诉你非常多遍了 可是他看到你屡次回诊的时候 那个状况没有改善 其实医生也会很挫折 当然病人自己本身也会很挫折 他会觉得那怎么治疗都没有效 或者是疗程的进展怎么这么慢 甚至是没有进步 而且还退步 是 对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去 确实是改善医病关系的一个 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 OK 好 可是想听起来就是说 目前你们主要经营的内容跟科别 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有mentor 有专家建议你们说 锁定牙科 OK 那因为他的诊所的占比高 然后含金量也高 OK 所以这个听起来非常合理 那可是未来预计 要延伸到什么样的科别 然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复制这个模式 要比如说又要开始产制内容 难道对你来讲就是 另一个三年吗 这样子 又要请天使 应该不会 因为后来发觉了 就是在诊所 他们事实上自己也有 制作一些内容 他们也会拍一些影片 所以在诊所那边 他们自己就可以有产制 所以在内容上可能 不会像初期 我们这样要花那么多时间 从零开始这么辛苦 对 再来就是政府部门 也有一些资源可以使用 所以未来的话可能 公开的卫教指示 对对对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平台里面 可以去使用 那Digimate部分 可以再做一些整合 甚至到病人的CRM这样子 那如果接下来 再做另外一科呢 你们要做什么科 对 这个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连VC都问我 我们会下一个部分的话 大概是 还是会以自费为主的科别 那医美也是我可能 下一个会先做的科别 或者是眼科啊 复健科等等这样子 理解 可是事实上 牙科你们在做 对你们来讲 可能牙科都还没有做到 比如说你们理想的 这个拓展的目标吗 还在努力 我觉得还蛮多的发展空间 可以做的 OK 那对你来讲 你会想要先把牙科填满了 再往下一科前进 还是就 我会想要把牙科做得更深 包括在病人的一个照护流程上 在可能还没看诊 已经在看诊 回去之后 他的一个 不管是假设他是职呀 他的流程的一个 我想要再更精准一点 这是我想把 在这个照护上做得更好 先把服务做得更好 再来想别的 先做生再复制吧 OK 我们刚刚聊了 其实蛮多服务的内容等等的 可是其实我们少了一个 关键没有了 就是 那健康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你们怎么透过这样的 服务的提供 内容的提供 产品的堆接 然后创造你们自己的收益 对 在后诊TV的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在全台湾 大概有500多间的诊所的 牙科诊所后诊TV都有 那我们主要这个商业模式 还是来自于 跟牙科相关的一些 厂商资录广告 对 那我们之前像有电动牙刷啦 或是假牙的厂商 跟我们做下过广告这样 哦 所以里面会穿上广告 然后 对对对 推荐商品 对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啊 医疗法上不能处罚这样子 我们不要偏胃教 就在宣传这样子 哦 了解 那所以这个的形式是 你们是收广告上架费吗 还是是 就有点像是户外广告 你要在收户外广告的费用 这样子 OK 那这是一个 可是那像DigiMed的呢 而DigiMed我们目前是才订阅 只像SARS平台一样 每个月付费这样子 OK 所以变成说如果是诊所 然后我就要付钱取得DigiMed这样的服务 然后用订阅的方式 是 然后就看我 比如说每个月用多少病人身上 对 没有 就是一个月就固定一个 六个诊疗台 我就这个费用 我们就学像Netflix一样 那如果超过我们再 额外的 哦 用装置数来算 对对对 OK 然后就固定订阅 那只要他订阅了 对 里面的内容就是 All you can use 是 然后他们自己可以针对不同的病人 然后再去选要send什么内容给他 是是是 OK OK 挺有趣 好 那这样的商业模式啊 有机会往海外市场复制吗 因为跟content有关的事情 会 未来的话我们还是想要往华人市场来走 因为早期我们健康盟住的这些内容 翻YouTube的时候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 甚至香港的这些牙医 连大陆都有 希望我们可以授权来给他们使用 所以相信我们的这些内容在于这些华人市场是有 他们有一样的需求 所以这未来会往华语市场走这样子 OK而且我觉得好像台湾的这个很多医疗啊 卫教的资讯跟知识相对来说 其实都做的就是还蛮领先的 然后品质也都还蛮精致的 所以好像一直以来也都是其他国家这个 愿意来取经或者是愿意来学习的对象 对像台湾的牙科算做得非常好 所以像东南牙或其他国家市场都会来台湾来学习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健康萌 如果接下来要往其他地区的这个花语市场 来推进服务的时候的一个利基点 就是说我们好像站在一个比较领先一点点的位置 是是是 OK我知道那个文力阿金刚忙完 因为办公室搬家嘛 然后也顺利的完成了一笔募资 好募吗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募资的经验跟心得 这次募资的对象大概都是我的一个医疗界的医师朋友 那甚至有一个是前国民健康署署长 王英伟医师也投资 对所以在这一轮募资上是比想象中容易许多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关注着我离开医院之后 在健康萌的发展 那目前我做的这件事在不管是商业模式 或者是在病人 对病人好对医师好 甚至也对厂商好 那王署长说 那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他们也都是雅科吗 应该不是 他不是他是嘉医科的医师 他有一直跟你敲碗说 那什么时候我们嘉医科也可以有健康萌的服务 王署长他本身在安宁这一块算是很有经验 他也做了蛮多的这些相关的卫教的内容 所以我很多的启发也是他提供给我 所以这些内容 他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去使用 加上他过去在国建署的一些经验 他也说怎么样可以跟公部门做一些合作 虽然他自己的课别暂时没有办法采用健康萌的服务 但是反倒他是你重要的灵感咨询跟内容的来源 也是我的导师 也是你的导师 那这笔募资对健康萌来说 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接下来要怎么用这笔钱 然后你希望这笔钱帮助健康萌 有取得怎么样的进展或发生什么样的价值 这笔钱的话 因为我们在Digimate大概是去年Q4才完成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笔钱运用在牙科市场 在推展我们Digimate的这个系统的使用 那以及对未来下一个科别的做一些准备 这是我们未来这笔钱的使用 这样子 OK 好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健康萌的创办人文力 来到创业新生代的现场 跟我们聊聊他们的产品跟服务 还有他们最新的这个进展 也让我们期待健康萌的服务可以在越来越多的牙科诊所里面看到 那我想创业新生代的听众朋友如果对健康萌 听了自己节目对了健康萌的服务有兴趣 不妨在看牙科的时候 抬头看看墙壁上的电视 或者是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机 也许你看到的内容就是由健康萌所提供的 创业新生代节目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见 欢迎订阅分享给五星或者是留言评价 也欢迎新创生态系的伙伴来信之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新创的能量代表了这个世界创新的力量 邀请大家每周三锁定收听 和创业小聚一起共同关注 创业新生代